欢迎大家收看这个常熙波马的节目 两场都不中我 上次好像两场 我没有了,我那边一边一批 中了一场跟斗云四倍 跟斗云那场都赢得挺神奇 因为那场好像强敌还持 我不知道,我也觉得 因为上个礼拜不是吓吓吓跑的 跑到个人都额外地 没什么赢输了,中了一场跟斗云 输了一点,估不到48场不开工的巴杜 那天就全面开工了 很恐怖,输了莫尔拉骑士王 是的,这个世界就是那一句 似乎他们真的玩完了 接下来是谁开工呢,我们每次都猜不到 而且莫尔拉只是输了2分 只要他多跑一匹就赢了 是的,他就不跑给你 巴杜就做了骑士王 赔率也挺好分的 巴杜这次可不开工呢,你觉得 多看一看 他这次在骑士王 都可以的 看看你怎么看 我不会说 当然有一只我喜欢的 有一只你喜欢的 那等会儿说 好,等会儿说 好了,到了2022年的第二次跑马 第一次输了一点,希望这次会赢了 上次一边一批 希望这次有好成绩 不怕了,你不行我顶着 我对上两次都不行,你顶着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 最后才公布 喂,有些新骑士到位 有些新骑士到位 有些新骑士到位 但是那些是很不熟的 差不多跟没看过,没很多分别 是的 两个都很骑士来的 当然马会都公布他们去过 很多其他不同的地方去拆骑 那香港有多少个骑士停赛 可以读一下 巴道又停,舌音又停,周晋乐 梁家障,陈家熙,马雅,王晋 赞明笑,潘明龟 这件事都是会停 即将会来着停赛 再加上潘顿和熙威心 听闻是12号复出的 熙威心复出的? 熙威心复出的? 不是,潘顿就好像是12号 熙威心就我不太清楚 潘顿就应该很想复出的 那当然啦,被他压着打 他真的好像热窝上的蚂蚁 是啊,快点回来 因为一个莫雷拉真的比较难搞 一个莫雷拉真的要喝他去玩 是的,喝他去玩 他喜欢去就去 他喜欢不去就不去 算了吧 这些都是常态 又是那句 有人跟我说 上次跟我朋友说 跑卖架 又是那句 其实大家都要捉路 都捉路 我始终觉得 就算是临场落飞 那一只马也要有实力才行 我看到上两次跑马 有些马落飞 明明是没有实力都落 结果也不在 我们做到的事情 就是计算好那些马的实力 是 这一堆可以去的 看看那些飞 哪一只就去哪一只 是啊 你没理由联工房不做 就这样看飞 就堆下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曾经试过 都想着就这样看飞 那些飞都算了 没理由这样 如果这样就不用做任何事情 不用做功课 看飞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去到星期三 有九场马 就在6点45分就开跑了 那我们就跑这个 A欄 最喜欢塞车的A欄 A欄应该都是你内档前置的 要是你内档前置 要是你外面盖 如果你是在里面要靠追的话 就常常都会找不到位置 是的 当然我们都会欣赏到很多骑士 就在对面直路走出面 然后进入直路就塞进入里面 就是最容易搞 真的要看看哪个开工 大佬 我觉得如果论排队 应该轮到周俊乐 你用到这些排队这些字 是啊 排队档啊 董哥说的 排队档啊 排队档啊 你先还是我先 你是第几场 我是第3场 3你先 我先 我先 我介绍第3场也是介绍一只 叫做 稳阵的马 有实力的马 三项马 梁法欢腾 梁法欢腾 今季出赛了4次 那就跑了4个第二 好像那只有说有笑 这个绝对是二数 因为伟达的马 大家都知道很少是会 跑完入位置 又再跑入位置 多数都是会消失 然后突然之间你不买它 没错 这只量化欢腾也算是很稳定的马 没错 这次排队十二档当然是不理想 但是 那是放头马 或者跟前马 没什么所谓 看看是否跟 看239场截输给威力奔藤一个颈位 威力奔藤再出也再赢了 按住赢 按住赢 那这场我想是六号马 这么大 还有九号马会放头的 有没有马保有保出 你看着 对了 两枚马会放头 但是纯威也信不过的马 假想敌应该是一号 二号 五号 十号 但是四个都是后樽马 我觉得如果周俊乐肯放在前面 入到直路 希望他走掉应该是做得到的 加上这场 现在是伟达99win 如果赢这两枚欢腾 那你就司徒携手 加上周俊乐100win 应该是一时佳话 那我就希望是这样 因为常常都是这样的 看着他就是99了 是的 听着生日 何秀马 那也好 但是问题是 应该是换到赔率的 有没有赔率 有没有赔率 但现在是近志同运 第七场退出现赛 是的 看看赔率先 现在第三场三号 三场三 两分赢人7倍 那刚刚因为档位 换回来 明显是 希望周俊乐 省省省省省牌头 又是那句 他排得好档的 又会热 而且他排好档 也不代表一定方 其实这个十二档 我觉得也不太影响 是的 因为你要知道 Alan很快就会转第一个弯 即是转一千米的弯 其实你起步之后 你过了一点 其实跟一千米没太大分别 就是你可以在外面慢慢上去 是的 我想 希望档位现在换到七倍 就算这场玩少少win 如果不是 大神是二倍 尊神是六倍 是 大神威 为什么还会有人买大神威 大神威就是八倍 那就是那句 如果量化宽腾六倍 大神威八倍 那么想一想都要买哪一只 我建议大家来做Q胆 我第一只介绍量化宽腾 都是一些实力买的 没错 我会等到五班才买的 好了 接着到你了 接着到我了 我就要这个严严完税 严严完税 我上次如果大家有看这个 赛马亚在战 就是那几个星期之前 22号 那我那天已经拼了下去 严严完税 赢了 那天的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再之前 其实C赛那天的连达文 都跑得挺老 原来虚到 妈妈都不行 那也还有第四 上一场就好了 正正经经就赢了 那今次为什么会继续买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莫里拉走去骑这个爆谷 嗯 那莫里拉骑了这个爆谷 就令到这个爆谷 一只赢五班的爆谷 就变了31元 嗯 没错了 那还有呢 这个爆谷呢 今次就隔了三个星期来跑 是 途中就只是跳了两货 嗯 那 喂 你的马 即是如果质素不够人 多的话 那你当然是粗行一点 嗯 那你又只粗了两货 上次输给龙战士这一组 超超超超级无敌 超级弱组的马 是 都进不了Q 没错 那今次莫里拉排九档 走了是这一只 是的 那嫌弱组组 二档 上一场才赢完 这样 还要赢四班 赢四班 是的 今次还要放了一个 似乎是开工的巴道 是的 那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已经不停地看了很多次 当莫里拉骑着高东尼 或者苗里德的热门 或者文家梁 或者总之那些 他不是很老的热门 嗯 就会开赛又汗的了 哈哈哈 没问题了 现在你那天也说了 连一只小铃都输了 那麽雷拉骑这个 文家梁的马不老义 其实高东尼的马也不老义 也不老义 也不老义 不老义 所以这场马换回头 二面元税又赔了 要回二面元税 正路 那麽雷拉骑爆谷 一定是有三 一定有三倍 那你一定有五倍的 是的 那不要管 就算是明天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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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令到二面元税 他有三倍 四倍 莫大功德 我心里想 他会不会怎么可以赢 那这很难的 老实说 你赢五班 赢六 陆续爆发 外逍遥睡眠攻略 你赢这些马 和你赢尊一 尊一都算连续两次 入到球 是啊 这次你二档又九档 然后你硬屈就说 巴刀塞了 那你这样说 那没什么 那没什么说 这个巴刀不开工不在 好了 第二只要二面元税 一只赢开的马 都是有实力的马 继续到我 继续到你 那我继续要铭记之心 咦 又是反那些死人的摩雷拉骑 铭记之心的原因 就是因为 喂大哥 你有没有搞错 你不断赢 赢完二枪用事 然后输给浪漫用事 然后赢发型起 然后输了那一场输少少 然后连赢两场 今季已经赢了四场 你跟我说 我是蔡右航都拿尽他 拿尽他 然后你又跑去 摩雷拉骑升耀王者 现在就是升耀王者 升耀王者 升耀王者就是34元 但是基本上 那是什么意思呢 铭记之心 铭记之心有六倍 又是跟刚才说 一模一样的case 还有多多个帮手 而且摩雷拉一个人 背不够 还要找他的好好的朋友 田太安 去背起股票转型 股票转型都四倍 这样才弄到一只 哇 你要两大高手 骑帝的马 一只一档 一只四档 才能够帮你搞到 明记之心的六倍 这个很容易 又是那句 又是那句 明记之心跑 这个快回国千二买 都知道 都不是叫路程专家来形容 而且那次一百三十四倍 赢了一只天火和人家爆 是 股票转型 今季没入过Pay 你是明记之心的今季 长期在这里 只有一次入不到Pay 是 那你没理由这样吧 那当然是买明记之心 是的 我宁愿买了 你不断给我看 那你拨件事才行 所以不好 是的 那就断给我看 我觉得你这两只马 选得很好 本应这两只马 应该是大业本来的 本应这两只马 如果是摩尔拉奇人 一只两倍 一只两倍 是的 我想两只都两点五倍 是的 非常之好 现在突然搞到 一只五倍 一只六倍 过关三十倍 那之后 Marble也能够买过 好了 第三只马 你选了明记之心 初一看马房 波仔劍 那你就扭六倍 好了 最后一只 那我选了第八场的三号马 我要维港奔柳 那你也知道 就是外区 维港奔柳 当然要搭着齐齐有福一起买的 是的 那我看回223场次 就是那一场齐齐有福 输给齐齐有福 一条颈 刚刚追不到在外面 那看回来直路的走位 就是后面追上来 追了整条直路 那这马一定有抬 那今次是排了好档 三档 叫做好档 那其实这只马 你看回东西 你也知道 其实跟前也可以 上次告诉你 后追也可以 性能非常广泛 那今场应该会有捕捉 因为有个正本欢心 正本欢心 正本欢心 也是这堆东西 正本欢心 我上次也有中的 在那里派回来 刚刚输过第二 那今次我就要回维港奔柳了 那就看看到临场 下不下飞 其实这一场是这样的 是 这一场你飞掉了一只药岳高飞 之后其他的都挺好买的 是啊 你想一想 有一样的高飞 28元 你只要不买一样的高飞 齐齐有幅17 正本欢心15 唯今不能热的 5倍 唯今不能热的 5倍 之后高明进将那些 你不要管 那梁家俊其实好赛赛都好 其实之前 那你好赛 这一场我有策略 我头那四个就买了四重彩 想都不用想了 齐齐有幅 证本欢心 接着又维港奔柳 后面那些更差 后面那些更差 后面那些哪个有飞 可能飞了十倍 下面也没有 下面呢 去到高明进将之后 打后就全部都十倍开外 那这场就简单一点 是啊 我不买完 我觉得头那四个马 控制大局 这场马 不如你问我 我觉得呢 不如买多一只 博这四不在 是 那我当然会 我买四只 如果我都会买三重彩的 博开一二三 因为一二三很正路 是啊 这四不在 其实很好分 那大家留意 因为莫来拉奇报公尼 真是 大家自己找回这些纪录 会不会是莫来拉 想骑信报公尼 当然不是 当然是趁本顿不在 就是 我玩了多少就得多少 是吧 那这场马 其实我虽然说 我投了四只控制大局 就是我会拖一只 难门的 我会拖一只七号马 很好彩彩 当然了 那这只也是好马 那五只马的范围 一二三四加一只七 那等下我能够收到 那待会我们再选三只 作为三部长次 好的 我们重复我们四只提供 那第一只呢 那第一只呢 就是要这个 三长三号的量化宽藤 那就是伟达马放 周俊乐 那希望这只呢 就是成为伟达和周俊乐 伟达重练的一百远 接着我要第五长三号 炎面缘失 炎面缘失 人员之后换回到OK ok 接着之后第六长 第六长六号 六长六名 记之心又是麦拉 人员换回到这件事 那自己走去 其实第二只业目 没有了 我就要回八长的三号马 维港宾楼 潘明辉 骑罗夫 全马放 那就是那句了 如果现在临场太热 那大家就看飞 因为这只马 都是要冷先咬你 这些放在这些班次里面 我觉得到你说什么 很奇怪 这些维港宾楼似少落飞 似少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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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基本上都在前面 是的 我也不明白这只马 为什么有时候没有飞 基本上是在前面 无论怎样 衰衰的 一跑第四第五 你留意一下 怎么会再一段 挺好跑法的 好马来的 今季应该是进入这个稳定期 是的 还有我要了韦达的量化宽腾 那之前是维港宾楼 都是韦达的系 虽然是转到罗虎船 之前也是韦达的 是的 之前也是韦达的 好马来的 我要这四只 好了 那我们进入三宝场次 第七场你喜欢什么 第七场是二班千二米 这个很小赛程 首先就是近次韦达退出了 嗯 那你问我 嗯 要红云飞鸥吧 看下陪就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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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跳过了 嗯 那你说如果今场有什么 第二些有飞的马呢 跳出世界是74元 嗯 起连卫星是54元 嗯 英之星呢 英之星是8.9倍 哦 我要英之星 那你要英之星 我就要红云飞鸥 红云飞鸥 加多一只 加多一只 嗯 精灵 加多雷电多少倍 加多雷电是85元 那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样的 不如要回到精灵勇士 OK 那精灵勇士 红云飞鸥和英之星 是3.8.9 好 第八场就简单了 我要维港奔楼 要不要让我的高飞 不如撕罪 我就不要让我的高飞 是啊 1.2.3算了 1.2.3 因为基本上让我的高飞进来 如果开二门也没得分的 我们就要1.2.3 要齐齐有福 正本欢心和维港奔楼 我提回 其实对上一场正本欢心 都骑得好的 就是他排了个外档 我都见他骑得很有心机 不过就没办法连到来 最后去到大外档 其实也有心追 那场马我提提大家 我想齐齐有福这只马 我想没办法 因为要抢分就是这些马 我觉得来到这个三班顶 都是尽做的 尽做的 所以他反而不是古灵精怪 他连上一场 他在大外档是想冲 不过没办法 就是失位失得太多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是挺静气的一只马 那我们要1,2,3 好,最后第九场 那我首先要一只6号健康在望 你打开操练表 20号操了个21秒8 24号操了个21秒7的泥测 接着试了个田草千二米的大泥测 接着2号就是早几天 还做了个21秒3的泥测 就是这些操练 我真的担心一下 拜拜 也会担心这一局 就是你这样操法 你不担心这一局 你担心哪一局 你受不了 你这次赢不到 你下一次一定不可以这么操 这些真是超级亡命的 就是张阿辉拍戏那些 操耗自己喝水 浑身事劲那些 这些真是很恐怖的 我想问一问你 天慈怪盒多少倍 天慈怪盒 死人头 10倍 是呀我想跟大家说 莫雷拉奇的天慈怪盒有10倍 上次37元 是呀我要 因为其实这个天慈怪盒 都挺好的 在这个法会局 那你要用黄保 不是我想用天慈怪盒 我就是知道他有赔率 天慈怪盒你要了 你用1我要6 你要6 你说 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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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最近这个 罗虎全华全都黄 黄保 黄保 加上天慈怪盒 上次一条线 今次继续 对呀 好了 我们要天慈怪盒黄保 和健康在黄保 周俊乐 可以吗 周俊乐 现在4点半 嗯 现在呢 正下午4点半 其实消防 没有 没有 周俊乐 我觉得有机会的 马有量化宽衡 证本 首先我觉得黄保 黄保 因为你看到 报名表应该在 未来的星期日 都是黄保 的天下 是 所以今天 黄保 可能黄保 但是田太安 又不像 我觉得巴道的机会也大 嗯 巴道也大 他有欢恩福星 有艳艳艳碎 那你弄个喜刑堡 也很厉害 喜刑堡 又是潘顿的嫡系座騎 但是巴道也是热的 比巴道也好 那我们试试巴道 试试巴道 都是3、4倍的骑士王 你不会懒到去哪里 试试巴道 其实最近的骑士王 都很丢 因为现在 潘顿不在 只剩莫雷拉 好丢 只要莫雷拉 不行 就会爆 以前很简单 莫雷拉 那就不潘顿了 不潘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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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没有波仔 足球由于受到 新型官肺炎的影响 大家都很傻傻的 是 刚刚 就是 技术以为大 又会小 以为大 总之阿仙奴也很辛苦 才输给万成 幸好有酒盘 接下来 星期三 明天 3.9 有车路士主场队热刺 车路士 过了蜜月期之后 有劳卡股又说 经常想回国米 现在好像车路士 都有一些 内内外外 都有一些问题 这样的情况 发挥得不太好 嗯 对着热刺 现在是仰价半一 半一是2.1倍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买一下 热刺下半 嗯 好啊 入球大是很难买的 很难买的 因为车路士 其实不是太失得到波 其实上次与利物浦的打法 可以说是一个意外 嗯 接下来 星期四 星期四晚 3.9 阿仙奴主场对利物浦 嗯 阿仙奴其实之前对万成也打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有点是 车路了 因为其实他上半场一直打得很好 是 上半场一直打得很好 还领先万成 嗯 如果作为一阵球 被人这样打一阵气 球阵又乱用盘 总之搞死他之后 你再对着利物浦这些球 就很难搞 但是他现在竟然要让平盘 2.1、2倍的主角和 1.95倍让平盘 又是可以买下盘 对啊 你让人不就要回利物浦 很简单 对啊 如果说利物浦再让阿仙奴 我就要回阿仙奴 很简单 就像上次那样 对了 你现在无端要利物浦 我当然要利物浦 另外 不是你说了我的话 我也是打算倒热次和倒利物浦 因为现在赛程不是出很多 现在都没有什么波可以看 看白云的消息 就是今季节开始粗联盘 刚刚昨天就好像BSG 在法国盃就赢了4比0 但是这些都要等他们 货轮界回来再慢慢看 是啊 还有Oricon的问题会影响到很多球队 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为基本上就是天翻地覆 不是说他们染病有问题 当然现在美斯都感染了 但是问题是不能出 还有问题就是他们都会小心一点 可能又会隔离 会有些人不能出 所以大家要看着阵容来玩 不是啊 看阵容都不够 是 喂 你上个星期日 难道曼整个阵容不好吗 很好啊 你出来没气 那些人 就是全部 你还要不止看阵容 你最好是开来看 嗯 看回30分钟 你才能决定的 是 是 如果不是就好像 突然上一架擦船 你又不能反口 是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对了 在这个时间 我觉得马就会比较 就是只要大家控制一个驻马 马就好像没有那么危险 嗯 即是球真的不可以拼命 因为有个疫情在这里摆底 那还有算了 马和球都是 那好了 希望大家赢多一点 好 还有个特别消息要公布的 就是 未来的星期日赛事 我们的常熙球马会暂停一门 因为小弟呢 星期六日呢 就要送我爸爸上山了 是 那我回答其他一集 那我们下一次的常熙球马 会在下个星期二和大家见面 没错 那我们如果有心水呢 我都会贴上我们的Facebook 我们有个常熙球马的Facebook 没错 即是如果大家在Facebook上打 常熙飞马 那你会找到一个专业的 那如果我们有心水呢 我们都会就这样贴上去 因为应该都有些心水 是的 多谢大家收看 那就记住like share comment 我们亚洲电视频道 希望大家赢多些 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记住like share和comment 还有记住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亚洲电视频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亚洲电视频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亚洲电视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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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